我直接說鳳哥要不要付出 他說好 好像是可以 他沒有猶豫啊 因為我知道鳳哥還想打給他的小孩子看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對於球隊 對於他的家庭 我覺得都是好的事情 當然首先我老婆那邊比較不會答應 也是溝通很久 因為畢竟他 我自己也受過大傷嘛 就開刀過 那時候他剛好懷孕 那時候又很辛苦的照顧我 他又懷了八九個月 又要生產 那很辛苦 那他也覺得我年紀大了 不要去躺這個渾水 又怕我受傷 那我就跟他溝通很久 我說我哥哥現在九歲 那我說小孩男生都看過我打球 也幫我丟過彩蛋 那我妹妹都沒有看過我打球的樣子 那我說既然有球隊還有這麼 這麼相信我還想 那我願意來這邊打球 我想說幫忙一下 那也可以打個球 讓妹妹看 我還是有在打球這樣 這邊也大家都熟悉啊 那小四啊 志群啊 寶哥啊 君姐啊 好像又回到一個家庭一樣 大家都很熟悉嘛 對啊 我覺得練球 大家都熟悉的話 那感覺就是蠻快樂的 我大概兩個月前 然後我就遇到瘋哥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要不要打 他說你想幹嘛 我說來幫助我們球隊吧 因為我們球隊大部分都是比較年輕的球員 那需要有一些經驗的傳承 跟一個精神禮秀存在 那所以我就跟志豐講 然後我就很認真的跟他溝通 聊了一下 那他也說 好他可以 但是他說 給我一個半月的時間 恢復 覺得他應該是記錯 因為那時候 我是 因為我聽說他想要打 那他 我是聽說他想要打 然後 我想說他想要打 然後我想跟他一起 在球網上再拚 拚一下 感覺好像被騙過來 哈哈哈哈 其實自己的內心還是蠻想要打球的 他對我的重視 當然我是非常感動 那我覺得有點太 太大了 這個榮耀 對啊 那我是覺得我加入這個球隊 我是想要幫忙 幫忙一些年輕的球員 還有認識的教練 跟以前的同事這樣 那能盡到多大的力量 可以幫助到他們 我真的也不曉得 小事跟剛剛講的 就是說 是一個半月前 那時候我自己 自己 中原還在打 連賽 其實真正練 跟雲豹練 才快兩個禮拜左右 因為我投入這一塊 我也答應小事他們 球隊 答應雲豹這個球隊 那我自己本身就會 更加強去做 那現在 身體上的 在球場上的一些節奏跟 習慣慢慢的回來 那我只是 現在還是看身體的狀況 跟教練調整 哪一場可以下去打 才開始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 因為他這次球衣的套 他剛剛有說 會的 對 這就是二十八準備 二十八好準備的 哇 我幫大家念一下 說什麼 爸爸希望你能減肥成功 喔不是 哈哈哈哈 多少分是你希望的 爸爸希望你能再次登上冠軍 幫我做加油 喔 對 我覺得他畫得挺好的 因為今天我真的不知道他會來 因為 我真的很想跟他說謝謝 那 畢竟我年紀到這四十歲 還要出來打球 那家裡就 一切都要靠他去打理 對啊 那 有可能他自己本身也是 他以前是非常愛打籃球的 一個女孩子 那 謝謝他一路這樣 一直支持 支持著我 那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他也一直 聽我到底這樣